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台灣男人的好 讓外國女生告訴你 台灣的男生 比外國男生來得體貼多了 對 對 歐人啊 男生約女朋友出去划船 可是那個畫面是 巴西在台灣 就不用說巴西直接說 你們好開放 他的意思會不會是熱情 我剛才看一個節目 他說你們巴西的嘉年華 那一段期間 你們國家的保險套的 銷售量特別高 那你就是要在當地熱情 OK啊 對 很多人覺得日本女生很溫柔 其實不一定 是因為我們 是因為我們 好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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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 國公幫幫忙 我是大學校隊 我是邱凡 大家好 為什麼大學校隊 大學校隊 怪獸大學啊 橄欖球隊 為什麼要怪獸 怪獸是女可以 怪獸大學是M M 好不好 好的今天同樣 現場來到了很多的外國朋友 但是呢今天來的是女性 今天要討論的是外國的女生 眼中的台灣男生 到底是好還是壞 你是誰 我是誰 你可能有看過F4合體 但是你一定沒有看過F4合體 在一個人身上 老師劉欣宇 這怎麼是外國槍啊 首先周宇敏 陪你去看劉欣宇 我在這地球上 顏承旭 讓你的淚落在我肩膀 VANESE 要你相信我的愛 只肯為你勇敢 朱孝天 你會看見 幸福的所在 我好像看到你們 棒 差一點下 差一點下 你越越懶了 你夠用笑話 你不要亂打 周宇敏喔 我打的是 朱孝天 還打朱孝天 哪一點像 寫名字 寫名字 模仿寫名字 對 你真的 你下次摸好九孔 好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快九年了耶 你這樣好意思噗通他們 對 亞洲沒有人這樣做 不好意思啊 什麼亞洲 你滾回去 我跟你講 真的 煩死了 還叫媽媽來 媽媽要來囉 而且四個人的媽媽都會來喔 滾滾滾滾滾 滾 好 今天我們請到了很多國家的 有日本 韓國 巴西 巴西 英國 英國 波蘭 對 波蘭 波蘭國 波蘭國已經很好認 好 那請問一下 你們來了台灣 對於台灣男生的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 比外國男生來得秀氣 你中文會不會太標準 沒有 中文都標準 還好笑 我覺得要講英文耶 我剛剛也是北京來的吧 我剛剛好標準喔 對不起 而且都比中文都標準 你跟頭髮擋住 安娜是不是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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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台灣六年 六年 你國語講得很好耶 真的耶 退步中 退步中 那你覺得台灣的男生很秀氣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很秀氣啊 就是頭髮流得比外國男生來得長 你說這樣嗎 你說這樣嗎 你四個人都一樣 沒有 沒有 那個臉上沒什麼鬍子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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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頭髮也會染 還像女生一樣 對 比較秀氣 好 沈小姐 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覺得很會打扮 穿衣服很時尚 謝謝 真的 謝謝 真的 因為我八十一太熱了 所以要穿衣服 大部分看到 直接脫光 這也很時尚 這也是一種時尚 對不對 可是八十一這種男生都很... 身材很好 對啦 但是你當然是看一個穿著很時尚 跟一個頭... 就是安全面穿三衣 我一定會覺得時尚還比較... 真的 真的哦 因為八十一有點熱 對 還有覺得台灣男生就是有一點害羞 就是有一點... 沒有辦法罰自己的那種 就是很MAN的 就是有一點點害羞 沒有自行 對,不夠大方 不敢說 不敢言 說對不對 第一個印象就這樣 就是因為看到 比如說我自己去看電影幹嘛 就看到手牽手男女朋友 就覺得好像 就是有一點點害羞 然後不大方 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對,太在意 都以為我害羞 那巴西走到街上男女朋友是這樣子 是怎樣嗎 拉西的 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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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鼻子鼻子鼻子 對啊 嘴一直要噴上去 人家不是走在路上 是在交配 對,這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不會放過女兒... 你的那個女朋友的腰 他就是動不動就是... 撐一下 動哪裡都撐一下 然後I love you 什麼時候到位都說 然後就是... 聽起來會膩 熱情 而且小姐他們扶著腰不好走路 不要一直在... 我會到處都是 對 習慣 那OK啊,那很好 那表現自己的愛情很好 愛就是要讓人家知道 對 對不對 Yuki 我覺得台灣男生非常體貼 對 對 真的有 真的有 對 對 像我來台灣之前 稍微上網看一下台灣人的文化 然後看到了台灣男生會幫女生拿包包 對 對 日本男生不會這樣 會 然後我到了台灣 真的男生幫我拿包包的時候 我真的感動 是... 真的 沒有太感動了 有些男生是被逼的 對 有些是拿了就跑了 不是小姐 有些你上完廁所出來他不見了 我不 因為大部分都是被逼的 對... 都是被逼的 沒關係,被逼到我們還是做啊 對不對 對啊 該做還是要做嘛 Amy 第一個我要說我很喜歡台灣的... 台灣的男生 我覺得你們都很可愛 可是我... 我跟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 我剛開始的想法是 他們沒有那麼紳士 你知道都在英國 他們都是女士第一 他們是台灣人 第三次 一個人三次 對 那我... 應該是第二天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個人上捷運 那是一個位子 是我跟一個男生 他二十幾歲跟我差不多 那我去坐一下 他說 我去英國 我去英國 我覺得有一點太誇張 女士第一次有一點太誇張 現在我覺得沒有關係 對 你只要假裝懷孕就可以... 你只要假裝懷孕就可以... 對 你可以... 對 那接下來就韓國 韓國 我覺得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第一個印象 就是... 藍白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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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藍白拖鞋 也是 因為藍白拖鞋 好像什麼衣服都可以搭 擺搭 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對不對 這要搭什麼 就全部都... 我們配在... 穿西裝也是 就是配個... 就是藍白拖鞋 穿西裝... 沒錯 他有... 超多... 超多... 聯合在這 對啊... 我差一點要去買... 就是... 紅白拖鞋 因為女生好像要穿那個紅白... 對... 快一點... 差一點要去買 對... 藍白拖真的算台灣文化之一 對... 那個最厲害... 可是很好穿耶... 很好穿... 現在不是有人這夾拖鞋也是一樣的嗎 對... 因為那個... 一雙可以穿好幾年了 不會壞耶... 對... 我看很多人那個穿到已經快見底了 還是不願意換 突然是... 跟輪胎一樣要換了 而且那個... 穿那個拖鞋逛夜市很舒服 很涼快 而且看到藍藍很... 很開心啊... 踩掉 踩起來... 踩起來... 對... 好... 那這樣講... 你們國內的男生 跟我們台灣男生 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就像是Amy剛講 是Amy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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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可以轉頭 你可以轉頭 然後背後臉 背後臉 就是台灣的男生 比外國男生來得體貼多了 就是主動 如果有看到女生 他的朋友 女朋友 就是體重的東西 就會願意幫忙提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外國男生就 太主動男女平等 就是... 甚至北歐人啊 就可能... 男生跟女朋友出去划船 可是那個畫面是怎麼樣呢 男生坐在那個船裡面 女生在划 呦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北歐... 北歐應該都練得很壯 北歐真的就是這樣 北歐真的就是這樣 都取重了對不對 你們看那個北海小英雄啊 對啊 沒有 我有朋友 小威都比較... 小威都比較那個啊 我有朋友是那個... 跟那個... 挪威的女生交往 然後那個... 挪威女生就去他家吃飯 結果他家可能一個... 椅子什麼... 那個木頭... 繞起來啊 壞掉了 他就直接去拿鐵錘釘的時候 這樣... 女生... 對 女生喔 女生是這樣這樣釘 他們從小被叫... 可是IKEA的員工啊 對... 而且他老公真的很厲害 剛才在我們在休息室的時候 他一直抱他的女兒 都沒有放下來過 真的... 他完全沒有碰他女兒 所以這個台灣男生 因為他是嫁台灣男人 所以他台灣的這個老公 非常非常貼貼 一直抱著 一直抱著 嫁給台灣男人是對的 那很開心 那... 真瞎接 台灣男生就是 工作上會很認真 這就差很多 對 因為巴西如果... 巴西的男生如果 你比他加班是不可能的事 加班不會 如果加班沒有加勢 也不會有什麼的 那個加班費 那名談呢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台灣男生 就是很努力這一點 工作很努力 好像比較熱的國家都是這樣 對 就是因為工作太努力啦 就是也是會有一點覺得 家裡的那個... 老婆的那個... 冷落老婆了 對 就會冷落了 就是因為太忙碌工作 所以說應該我們要稍微... 平和一下 多出去玩一點 對啊 就是不要怕工作 像我常常會跟我先生說 幹嘛一直加班 因為要加班費啊 就是會覺得家裡啊 就是要平衡一點啦 就是家裡... 也要顧到家裡 家裡也要加班 回家也要加班就對了 如果說真的 就已經加班這麼辛苦 隔壁的鄰國喔 他們男生也是工作很努力 可是他們加班下班之後 還要出去喝一杯 可是我們台灣的男孩子 加班下班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可能說日本的 日本的男生回家 可是... 這跟沈小姐要求不一樣啊 因為日本男生喝完酒回家也是 男人體貼是好事 但外國女生不見得領情 你們的男朋友會接受你們嗎 不喜歡他來接受我 每次都是我才剛... 從我... 我奶奶家門口才就會說 一開門 驚訝 你先進去 台灣的男孩子 加班下班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幾乎都會回家 日本的男生回家 可是... 這跟沈小姐要求不一樣啊 因為日本男生 睡在沙發上 我現在那個要睡覺 對不對 對... 所以那Yuki你們覺得呢 日本男生跟男生 跟台灣男生差別的啊 我覺得台灣男生比較重視外貌 女生的外貌 然後... 女生的外貌 日本也會吧 日本也會吧 日本男生比較重視...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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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賢慧 有沒有賢慧 賢慧 所以會不會做飯 會不會做家事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 剛類似的時候 男生比較會問 你最會做的料理是什麼料理 這樣子問 對... 然後... 可是我在台灣 認識台灣男生的朋友們 比較會說 女生漂漂亮亮就好 這樣子 對... 外面吃得那麼方便 很多台灣的男生 台灣的男生 吃什麼 通常結了婚以後 大部分 尤其是年輕的 都是男生在做菜 真的 台灣的男生比較會做菜 對... 這個年有一點下了一調 是跟日本不一樣 對... 日本男生不一定會做料理 都是本男生 真的 每天都阿倫都會 對... 對... 日本男生會做... 回去有人幫你拿拖鞋 對... 洗澡水水 放好酒幫你夾菜 啤酒還要這樣幫你倒 真的... 是女生要做的 對... 要倒酒 一定女生倒酒 我們是女生自己喝比較快 在家裡開個啤酒 怎麼又喝啊 放回去... 今天喝第五罐 我們跳播明天又沒有氣哦 真的 好,來,Amy 台灣的男生有很多耐心 他們對女生... 耐心 耐心,對 因為我常常在外面有看 是一個男生 是一個女生 他們兩個在走一走 那如果呢 有時候那個女生的脾氣不好 他一直罵他的老公男朋友這樣子 對 就是那個... 有看很多 可是那個男生真的很耐心 他說親愛的 你不可以... 沒有關係 你不要這樣子哦 不要生氣嘛 我愛你,你知道嗎 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非常好 如果只愛英國呢 我媽,我之前的男朋友 他說你幹嘛哭了 可是現在還跟我說呢 很奇怪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男生的耐心 是很好的 對 我們都是溫柔的 對 我們從小都是這樣教育的 那韓國的男生跟我們應該差很多吧 對啊,當然差很多 我覺得台灣男生就很會捧女人 真的假的 對 像... 就我的體力啦 因為我的... 我的... 中文名字叫做金真美 但是真... 不是那個... 就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對 對 老公就是在外面就介紹給... 就是他朋友的時候 因為我們... 他叫做...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對,金真美嘛 然後就是... 或者是台語就是金假睡 金假睡這樣子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對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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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韓國男生不太會稱讚你 對啊 這以為是 可是你的名牌怎麼是金老佛爺 金老佛爺是怎樣 這是我的那個... 網路上的... 網路上叫金老佛爺 咖啡的時候變咖啡機 最後回家他那個... 我還要變那個... 按摩機 所以全部都要被他弄好 甚至有一次我做過最誇張 你是狗奴才啊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台灣女生很厲害一點是 她會... 啊...寶貝人家想吃那個嘛 生活就變成這樣 不要... 他久了以後就習慣 就被他慢慢的... 小狗一樣訓練成那樣 被童話 甚至有一次他去紐約留學的時候 他就... 傳那個視訊給我說 欸...Baby 我好想吃麻辣鍋喔 紐約都沒有好吃麻辣鍋耶 怎麼辦 你過來的時候可不可以帶一鍋 我說哇塞 那個進去是會被關的 因為那個是有肉類的東西 可是他又硬要吃啊怎麼辦 好 我就去買 然後把那個... 那個... 卡麻辣鍋冷凍起來 放在那個... 蛋糕的那個盒子裡面 然後嗎 封得超好的 然後還不能... 那個過關要隨身攜帶 帶的時候 我還這樣抱得好好 在飛機上這樣 結果我隔壁的人說 欸... 你為什麼要這樣... 一直要這樣抱我 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要抱我怕說 裡面會擠到或塞到的話 到時候他又不開心 會漏到他又不開心 甚至過海關的時候 他就問說 欸... 我就說 中國醫療 他說 喔 OK OK 就真的就讓我過 他就說寶貝好開心 結果呢 更好笑的是 我那時候很累我就睡著 起來以後我說 欸...我們一起來吃麻辣鍋 他說沒有啊 我昨天一個人就把他全部刻光 所以我這樣帶過去 想說一起跟他吃 沒想到他自己就把他 全部那一鍋全部刻光 那你有生氣嗎 我就說 啊...你吃得好 對...多吃一點 不過我現在是機率帶 對... 你這麼孝順 好委屈喔 愛到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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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女朋友好像是被教育得很正常的事情 就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也是一樣 他很怕蟑螂 那你現在女朋友呢 我現在女朋友 很好啊怎樣 好像以前的呢 以前的 對以前的 女朋友很怕蟑螂的 然後那個... 就是因為他一個人住嘛 然後晚上如果有蟑螂的話 我一定要過去幫他 把他的蟑螂處理掉 不管我在哪裡 除非工作沒辦法 或是我在外地沒辦法的話 就是不然我一定要 去把他蟑螂處理掉 因為如果你不把他處理掉的話 他會煩你一個晚上 藍白頭會保佑吧 對... 然後打電話一直煩你 然後有蟑螂很可怕 他睡不著什麼的 所以我一定要去幫他殺蟑螂 那你早上晚上都會接他 早上晚上都會接他 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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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時候 但這個接受比較不一定 盡量就對了 但是如果沒事就一定會 對...沒事的話就沒事的話 可是我覺得這個接送這個很奇怪 就是... 沒有...如果女生有要求的話 就應該就是要這樣 沒有...其實接送 我們是從小養成的習慣 對...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沒錯沒錯 騎個摩托車 一定是到女朋友家 把他接到學校 然後我們自己再去上課 然後放學了 我們再把他送回家 我們再回家 就從小養成的教 我們是從讀書的時候 就養成接送 對... 你們的男朋友會接送你們嗎 在你們的國家的時候 應該都會吧 要約會的話會來接你們 我還不喜歡他來接送我 因為太多秘密了 之前就會覺得 因為他不打電話跟我講 他要來 每次都是我才剛 突襲檢查 從我...我奶奶家門口 他就會說 驚喜 驚喜 我說 妳說妳的女兒在嗎 真的 妳跟我們一樣 不喜歡驚喜 對... 我隨時去幹嘛 就在旁邊看 對啊 嚇到了 一開門 驚喜 你先進去 你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有啊 現在很正常好不好 你對你的女朋友很好嗎 會吧 有多好 我覺得女生其實蠻奇怪的 我有交過一個女朋友 她很...她... 看恐怖片 她會很怕 可是她愛看 她愛看 通常都這樣 然後這種很...就很矛盾啊 既然怕 你為什麼要看 而且看完了 她就不敢一個人行動了 她那時候外宿嘛 那變成就是 就是你要隨傳隨到去陪她 這樣不好嗎 這樣不好啊 這樣不好啊 可是你有自己的事要做啊 就給你機會耶 所以說你對你還是不好啊 你為了... 很好 你為了... 誰有事情要把人家拋棄了 對啊 那個事不要再提 那個... 為什麼不要提 為什麼要提 我媽媽又要...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OK 我跟你再續前緣 請來 台灣的男生 對於你們的國家 有沒有一些誤解啊 我覺得如果是台灣男生 知道波蘭這個國家 最近很不錯了 她被知道台灣無緣 謝謝 對... 真的... 因為那個蘭的太多了 波蘭、荷蘭 烏克蘭 真的蘭 我覺得當過兵 當過兵的男生 應該都知道波蘭啊 因為... 知道蘭波蘭 波蘭很有名啊 第一世界大戰 第一次... OK 波蘭是在... 北歐 算是中歐 中歐 在德國旁邊 德國旁邊 所以二戰的時候 他還比較... 比較辛苦一點 比較辛苦一點 那... 你們的國旗也蠻酷的 就紅白兩色 哦 很多人就看到這個國旗 就說 英尼的國旗反了 他們英尼 英尼的國旗 嗯... 所以說他們就... 有些人不知道 分不出你是哪一個籃來的 沒錯沒錯 還會問說 波蘭 是荷蘭的哪裡嗎 哦 那太笨了 那太笨 更笨的是... 台灣的年輕人 沒有我跟你講 現在的年輕的男生 會有這種問題 嗯... 因為他們每天都靠電腦 他們不思考 玩電動 是... 就每天都隨便打 都不思考 連字都會用錯 他哪知道波蘭跟荷蘭差在哪裡 我們小時候考試還考那個國旗 這個國旗 要連連看 對 這個是什麼國家的 要連連看 現在哪有人在考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巴西在台灣 就不用說巴西 直接說 你們好開放 就是... 因為我們有加年華 對... 那個穿得太少 對... 它的意思會不會是熱情 就...所以啊 是啊 熱練舞那個... 那個沙灘上... 哇... 釘子哭 對啊 好熱情 真的是很熱情耶 穿得最... 但是熱情就是也不能當隨便啦 所以他那個時候跟我講說 你是哪一國 我說巴西 然後他就說 你們不是都很熱情嗎 然後我就聽著那個熱情 因為很多人也會問我 會說 對,我們很熱情啊 但是接下來他要的熱情 不是只有這樣 他就開始... 很熱情 對,他要對他非常熱情 哇... 那是要多熱情 到底要怎樣熱情來啊 他什麼人要... 你是比較多熱情 可是我... 我上次看一個節目 他說你們巴西的加年華 那一段期間 你們國家的保險套的銷售量特別高 那就是要在當地熱情啊 OK啊 對... 回到台灣就不行啊 中國就不行了 中國不要當地熱情 對 在台灣貫穿定制褲在海邊 我們都會被讓耶 都會被拿去照相什麼的 對 所以我是說就是好 那一天我就這樣就認了 已經脾氣都來了 就熱情要怎樣 要對你怎麼樣 但是他後來就自己 就轉一下寫一下 拿給我 他後來說 你的呢 我說我的什麼 他拿電話號碼給我 他叫我的寫給他 OK 我那時候就撕開很瘋狂 我一直想打人 然後我就踩了 我就說熱情了吧 然後就走了 我就在... 真的很想揍 要誤會人家 對不對 對啊 他要我對他那種... 就是他說我們那個 你好不是都... 對啊 對啊 他要我... 誤會了... 麻煩你要這種熱情請到87 對,我是很保守 在這裡要保守 對 很多人覺得 日本人很溫柔 其實不一定 是... 真的嗎 對 是因為我們... 喂 台灣男人的惡行 讓外國女生看不下去 台灣男生有沒有什麼行為 你們覺得看不起來 不OK的 不OK的 我很愛逛街 然後在我前面 然後在我前面 五一路上都是 在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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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不住 國光幫幫忙 很多人覺得 日本人很溫柔 其實不一定 是... 真的嗎 對 是因為我們 假裝出來 好好欣賞 我那叫我們猜片子 怎麼樂趣咧 對啊 把我拆翻 剛才是... 因為不熟嘛 不熟 比較客氣 對 然後就慢慢 小一點 就說 為什麼這樣 慢慢就 小一點 對 其實其實在 這個日本街頭上 我們看一些女生 也不是那麼溫柔 她們還是很開心的 就不會管那麼多 對不對 那只是因為你們的 禮貌比較好 對 是沒錯 但是熟了以後就沒有禮貌 不用重視 對 那 Amy 你們英國的... 我們對你們英國有什麼樣的... 台灣的男生 有可能覺得我們有一點那個 獨立 還有 有可能有一點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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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羞 對 我怎麼知道呢 是因為我在一個餐廳上班 我在那個廚房裡面煮東西 那有時候東西非常兇 那我沒有辦法做 可是我看台灣的男生 在看我 要幫忙 然後沒有 那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 別的女生他們沒有幫忙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 然後我問一個工人 我說為什麼沒有幫忙 他說 我怕你要自己弄的 如果我沒有幫忙 你對我很兇 這樣子 對 怕你不高興 覺得英國人都很兇 是不是 英國女生都很兇 遠男女平等 要獨立了 007看太多了 你們韓國女生應該比較強硬一點吧 對啊 沒有 就很多人以為韓國女生 你很會喝酒 這不是真的嗎 這不是 是不是 又不是啊 像我不會喝酒 真的 這是... 就是因為是在那個公司 因為韓國就是上班 就是下班之後呢 就還是要就是喝酒的文化 就還是跟公司的老闆什麼 一起喝酒 繼續第一托第二再第三托這樣子 是比較... 他們因為常常練喝酒這個東西 所以變成就酒量越來越好這樣子 像我的話我就只要就來台灣了 所以就比較就是沒有接觸到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以為你是韓國人 那很會能喝啊 來啊來啊 就是乾杯就是第三杯 然後高粱當然就是燒酒喝啊 什麼的 對啊 不過我是遇過韓國女生很會喝啊 真的很會喝啊 真的很會喝啊 好厲害啊 就是來台灣我們坐下來 他們很自然啊 就是坐下來就是 啤酒啊 然後蒸露啊 然後直接就參在一起啊 就看著你 蒸水炸彈 OK 那我們就喝 喝到最後她還是很開心 她也沒醉啊 這樣混太厲害了 那OK台灣男生有沒有什麼行為 你們覺得 看不習慣 討厭 台灣男生 就無論是樂會啊 或是跟朋友舉餐 或是跟家人舉餐 通常都做什麼事情呢 嗯 玩手機 低頭子 可惡 我在國外是沒有看過 嗯 真的嗎 就可能人家拿出手機 就看一下就放回去 可是台灣男生就是一直都在看 一直看一直看 對對對 欸我們來拍個照好不好 嗯 我來選個APP好了 嗯 你在這樣子好不好看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們上傳 喔 記得帶給我好不好 不要我一下 這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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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跟電話在一起 還是跟我在一起 對不對 沒錯 就是這種感覺 喔 現在台灣年輕人通病 都會的 就是因為 我在餐廳吃飯好了 然後莫名其妙 就突然會來一個 打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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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搞不清楚 再看一下 我在找是誰 然後再來一次 我的反應是非常大 然後我就說 我的天啊 這是... 真的 真的會 真的會 沒有辦法控制啊 沒有,如果在口岸 你這樣子 你一定會被趕出去 會被那個... 可能那個服務生會那些跟你講 就是下一次 就是可能你... 會不小心的時候 但是你可以就是... 遮一下 不要以為聲音 說一個sorry 不要說話 不要很驕傲 不要再講 那... 真的,在國外如果這樣 我就遇過一個朋友 也是台灣人 大家在吃飯吃 他就... 整個餐廳幾乎靜止 大家就這樣 看他,你知道 然後我會把他... 丟臉耶,丟臉 看旁邊 你應該講 那時候 沒有... 很難看 真的很難看 這個還好 那最慘就是... 放逼 那缺乏... 對 這層就是... 這層就是放逼我 年紀大的有時候 hold不住的,你知道嗎 就... 有些私人,你hold不住 我們去逛街啊 像我很愛逛街 然後就走路長長就... 快受不了 在我前面 怎麼那麼厲害啦 就馬力歐上車吧 我一直想要避開他 怎麼沒多久 又在我旁邊了 不不不... 天啊,我是... 因為之前的我會直接罵罵他 但是現在... 我老公會拉我 你不要金婆 你不要罵 我說不行 他屁不會收 對... 然後像我們社區啊 就是... 會那個... 講台語的男生啊 特別大聲 我也是剛剛在起床起來說 怎麼了 地震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打架 我認為他們是在打架、吵架 其實他們在聊... 對,我還叫我老公去勸他們 不要吵 但是... 就是他說不是 他們在聊天 我說怎麼可能聊天 故鄉問候 他有邀請我再出來 對,他就這樣講 整個大樓 整個社區的人 都聽得到 我很想在樓下說 可不可以想好深一點啊 他講的大概是一些歐雞上 歐雞上 聽不太清楚 年輕的男生 也不太好一直講 看起來四十多歲左右啊 四十多歲 對,就是有時候會講嘛 就是 要吃飯嗎 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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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這太不惡意啊 但他覺得很驚訝 哭了嗎 哭了嗎,哭了嗎 沒錯 你氣壞嗎 真的 沒錯,所以我如果經過 有這樣子 我真的是 我真的笑到 我真的笑到 我笑死了 好痛意 好痛意 歡迎 歡迎 像當我跟台灣男生 講話的時候 對方說 這個聲音 哦 是的這種聲音 對,是在日本的話 是標得是心情不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 聽不到我聲音 每天進去的時候說 蛤 蛤 蛤 不是很正常嗎 對啊 在日本的話 沒有理解 代表很不開心 很生氣 那開門會怎樣 對 對 所以 但是 但是 台灣的男生的朋友說 蛤 那時候我還以為 他很生氣 因為我的中文不好 所以 他生氣 對不起 然後我不講話 他又說 蛤 他幹嘛不講話 我就 更怕 對 我們男生的蛤 就像你們日本男生的 哪裡 哪裡 是不是這樣子 再嚴重一點嗎 對 對我來講 蛤 是難以很嚴重 OK OK 所以我們要怎麼講呢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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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 製 誒 我以為 誒 geh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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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誒 那個是檳榔 我不習慣 所以我老公超愛那個檳榔 對 可能喜歡他大概一禮拜一次、兩次 所以我要去親他的時候 我回家的時候親他 然後覺得晚上不要... 是對的 什麼 他是錯人 男人結了婚就消失 妥東康辛又雞雞煙 為什麼台灣的男生 結了婚之後就會消失了 就不會出來玩了 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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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跟Q文剛剛講說 你也沒通告 那我們就... 好,晚上有沒有 割兩杯 然後大概在五秒之後就... 算了,算了 國光幫忙 我老公超愛那個檳榔 你老公吃檳榔 可能喜歡他大概一禮拜一次、兩次 所以我要去親他的時候 我回家的時候親他 然後覺得晚上不要做愛這樣子 對 什麼 他笑了 因為是檳榔 對,我也很怕人家吃檳榔 就是第一... 來台灣的時候就是吃個檳榔 就我... 因為綠色的東西 完全想不到會變紅色 然後我一開始... 對 很驚奇啊 變紅色 魔術耶 然後吐血了 對,然後吐血了 我一會想... 他怎麼了 他是不是因為公眾的關係 因為他... 太累了 然後越吐精神越... 然後晚上又不跟他露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 因為後來才知道是... 那個是檳榔 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就是... 男生... 不是... 這邊... 就是... 指甲會流... 哦... 哦... 小指甲啊 小指甲 對,我很討厭 尤其是老闆 就是很胖嘟嘟的那種老闆 就是這樣子 好哇 對,他們都會挖耳朵 挖鼻孔的方便 對,聽說這個是因為是什麼 就是... 好像算命什麼 就是... 面向... 一定要留什麼... 對,因為... 防小人之類的 他說這個... 他有意思耶 為止要過... 對... 要過這條線 對 可是因為這個... 對啊,我就覺得... 那你們覺得... 台灣男生... 有一些什麼樣的缺點 我覺得缺點就是... 太尊重女生 尊重到變成都... 小男人這樣... 連自己的地位都沒有 像我們之前有一次 大家藝人聚餐 就不要講那個... 那些... 當場有誰啦 但是裡面有一個女生藝人 那時候是我找的 而且是... 他是外國人 那個... 所謂的越南華僑 他就作證 然後那個... 後面來的那個... 已經結婚的那個老公 就跑來... 不好意思... 因為旁邊那時候都沒有位子了 男生旁邊 他就只好坐這個女生藝人的旁邊 然後就開始人家說... 你好... 你好... 就開始喝了 喝完以後喝不到一杯才剛這樣... 砰 在這個敲杯子的時候 他老婆進來 哎呀 死定了 一進來以後就... 直接這樣站著 就這樣罵她說... 你... 你在幹什麼 你坐在這邊旁邊 你是想要幹什麼 然後他就嚇到說... 完全不敢講話 那應該是神玉玲啦 我沒講... 然後那個時候... 他那個藝人也不敢講話 就說... 沒有啊... 就只剩這個位子啊 只剩這個位子 你也不能坐這邊 然後那個時候... 那就是神玉玲 然後那時候我就... 還不敢講話 那時候呢 那個藝人一直抓著我的手 說... 幫我擋一下... 幫我擋一下 我說... 沒有啦... 我是幫那個他... 我差點講出來 我是幫他安排這個位子 其實他是我的朋友 就反而那個時候 本來他是罵他的 後來連他老婆也開始罵 說你這朋友怎麼當的 你不知道我們老婆 外面多辛苦嗎 老婆在那邊辛苦 還要防你們這些... 狐群狗黨 每天在那邊弄... 然後他就一直抓著我 那個藝人就一直抓著我 忍住忍住 下一通話我請你 拜託拜託 下次不要找沈玉玲吃飯 不是他 不是他啦 不是他 好 還有就是那個 像我... 前年正在跟一個日本朋友在聊天而已 他就說... 他就一直問我說 他台灣大概十幾年了 他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台灣的男生 結婚之後 就會消失 就不會出來晚了 對 不會跟朋友一起了 對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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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翻下來吧 對啊 就可能怕老婆會管 或是怕老婆會念 然後就其實... 或是下班很累就回家 他們其實平常可能都會出來 一起吃飯喝酒的朋友 結婚就不會再出來了 對啊 他就覺得很難過 像日本人應該不會知道 日本好像就是從小到大的朋友 就是還是會 一起出來喝酒 每天喝啊 對啊 我們也可以出來啊 嗯 回去就完了 而且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 我們上一代還沒有 真的嗎 那一代爸爸那一代都不會啊 我們爸爸那一代 要出去就出去 要回家就回家 我們這一代開始就掛了 像我跟邱文剛才講說 咦 明天沒通告 那我們去 蛤 晚上有沒有 喝兩杯 然後大概在五秒之後就 算了算了算了 後續工作太麻煩了 你們有跟外國的女生在一起過嗎 有啊有啊 印象深刻的是 其實我 我最覺得最印象深刻 是我交過一個法國 法國女朋友 今天沒有法國人 今天沒有法國人 沒關係 長得還滿漂亮 可是很奇怪 她跟台灣的女生剛好相反 台灣女生是 整個人弄得有沒有 像若瑩這樣乾乾淨淨的 但房子裡面像垃圾堆一樣 對 有沒有 你看過很多那種正妹的房間 超可怕 哇 整班的那個什麼眼睫毛啊 然後內衣內褲啊 然後衛生棉啊 亂丟這樣 好可怕 你要睡覺的時候 還要輕一堆出來 才能夠躺下來 但是那個法國女生很奇怪 她家裡喔 弄得 本酒 弄得很乾淨很漂亮 差很多花 弄得很本酒 弄得很本酒 而且是她 崇尚自然 對 崇尚自然 而且她的這個體毛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就問她 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 我問她說 欸 你一個禮拜大概洗個幾次 一個禮拜大概一次吧 我說欸 這樣好嗎 那不會啊 很自然 我們這樣才是會有女人味 然後但是真的是 那個在法國可能可以 但是在台灣這種 天氣 根本不行啦 有一次我跟她在坐捷運 她就這樣啊 而且她很高 一百七十幾 我就靠在她旁邊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說 寶貝 下次可不可以我幫你買 我幫你洗澡 我說 喔 這樣可以 所以我就開始 每天幫她洗 每天幫她洗 後來才養成她一個禮 一天 至少會洗一次 就犧牲自己這樣買一面 這樣幫她 所以說你也做過太過費用 男人版的 那還要什麼 那妳們受不了 就是那個喝酒 喝酒 就是因為我們外國人 就像我講的嘛 他都做自己 你看老闆都強迫他加班 管你 對 可不要說酒 就是乾杯啊 乾杯這件事情 就是會 會要 逼人家喝 逼人家喝完 那個 為什麼要這樣 是不是兄弟 對啊 沒有面子 他都在那個現場 好像真的很 很MAN 哇 兩個小時 就掛了啊 我們還可以高天亮耶 對 為什麼 就慢慢享受 因為好幾次都是有這樣 對我老公 我就知道人家講得好吃 在講得好吃 回家都不能上班做事 我覺得 太熱心 熱心過頭 有嗎 這好吃 為什麼要用這個 舉個例來講 剛練是還不熟的時候 單獨出去吃飯 是 然後 回家時候 時間已經很晚了 那男生會說 Yuki要不要送你 送你到家 送到家 欸 送你 送你 送你回家 送你回家 我是 不喜歡 然後 日本人不太會這樣 因為 男生 送我家 那我會 讓他上我家 那這個意思 那怎麼好意思 沒有 我們就在等這一句話啦 對 等多久啊 話真好 原來這樣子 那以後都要送你回家 對啊 不知道他上來不行 就是說禮貌上來講 如果他送你回家 你一定要請他上來坐一下 對 有時候會 因為 覺得 這文化很好 一定要不要喝個茶 真的 對啊 擠個酒之類的 有時候 日本男生也會說 欸 可不可以借 洗手間 對對對 然後上來 讓他喝個茶 那就 怎樣 怎樣 就 看似體貼的舉動 卻是怕女人的證據 平常在講話 我說 欸我跟妳講什麼 可是老婆我聽話了 喂 她的寶貝 怎樣 怎樣 然後穿 你太太打電話來什麼 我太打電話來 她敢打來嗎 沒有 沒有 我看誰在那路上 對不對 國光幫忙 Amy 我喜歡睡覺吧 一直打電動 一直看電視這樣子 然後我說我睡覺呢 有時候我穿那個 很拉拉的衣服 對啊,你要配我嗎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NBA 我用那個新的NBA電動的遊戲 這樣子 我等一下 我知道 那個還打電話 下一次 對 那你覺得台灣男生結婚之前 跟結婚之後差很多嗎 我的老公 之前他 大概每個月一次有帶回家 給我花 還是巧克力 我最喜歡的蛋糕 這樣子 那現在 他幾年沒有了 結婚以後就不浪漫了 對,他搞不好薪水都給你 每個月薪水都給你 對 也是這樣子吧 對,是不浪漫 對,沒有那麼浪漫 對 他說 那我問他為什麼 好久沒有 他說 你知道我愛你啊 為什麼要買東西送給你 我說好,沒錯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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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省則省 你老公的錢會讓你管嗎 一點點 對 可是我看很多台灣的男生 有時候他們 我有一個男生跟我一起上班 他上學有可能是三萬多吧 他說一個月三萬多都給女生 他的男朋友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 對 他賣一個LV包包送給他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可愛的 對 好多外國的朋友也跟我說 他們的老公給他們的薪水 這樣子 他們在上班沒有關係 他們開心不開心 沒有關係 他們賺錢就好了 然後他們給老婆 老婆開心就好了 所以你們的 你們非常好 你知道嗎 對 對啊 所以我們的律師 外國律師非常好 非常好 好了嗎 就不要介意他 對 讓他晚睡一點OK啦 你們聽過就是說 外國人講 台灣男生是好的嗎 有啊,很多 他說說我們台灣男生 頭髮不多 但是體力很高 對 體力很好 體力很好 他們說我們跟那個老外 比較不一樣的一點是說 基本上 我們他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陪他 因為外國男生說 我要去打球 我就去 我也不管你 但是我遇過有一個 他說奇怪 你們台灣男生不是有些 比如說會 女朋友會愛看韓劇啦 那個偶像劇啊 哪一次都四五十集啊 對不對 那受不了啊 可是問題是 他就會強迫 男朋友陪他看 他說他台灣的男朋友 哇 不得了 除了會幫他看以外 他那天如果加班沒看 他還幫他錄起來 錄完以後呢 還會陪他一起看 討論劇情 說什麼那個怎樣 誰又跟誰劈腿 誰又跟誰怎樣 不是,連續劇這個東西 是這樣的 他是個毒藥 當你開了超過四集以後 你自己就會 就會叼住 就會叼住了 就會叼住了 對,反悔了 但是至少台灣男生很厲害 會陪心愛的人 願意去做那件事 不是說 我要打籃球 我要玩電動啊 對不對 我們台灣男生就是 絕對 最棒一點 就是絕對不會那麼自私 對 跟著你走 什麼事情都完全就是 以大愛為 最主要目標 老婆優先 應該都有看到這張的場面 就是我們可能平常在講話說 欸我告訴你 可是老婆的電話來 喂 喂 寶貝怎樣怎樣 哦 就有這種 喂 欸不要不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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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台灣男生常在喝酒的時候 欸等一下你 你太太打電話怎麼樣 我太打電話來 他敢打來嗎 沒 蛤 我在回家的路上呢 對不對 都很怕老婆 你們會不會覺得台灣男生很怕老婆 有喔 那 張立東 你覺得台灣男生的優點是什麼 台灣男生的優點 嗯 台灣男生的優點就是很會替女生著想 比較站在女生那邊 剛好看著我 然後放空 快講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打我 哈哈哈哈 快講 很會替 很會替女生著想 然後 而且他們會把很多的苦 往裡面吞 對 然後 只能 然後就 然後又不敢跟對方講 然後只能一群好哥們 聚在一起的時候 吐哭水 吐哭水 你現在在講我們三人 對 哈哈哈哈 他們會出來 哈哈哈哈 而且 他會死在裡面 像我們 我們會把苦往心裡吞 然後只跟朋友講 對不對 不跟老婆講 但是連跟朋友見面機會都少了 因為我們要為女人想 我跟你講 這個在台灣的女孩子 你們真的是 有時候 有時候要看看我們的優點 對不對 雖然說我們也有缺點 我們承認 但是台灣的 這個優點 我覺得 基本上是比較多的 在做老公來講 算是比較好 做男朋友可能弱一點 可是做老公來講 台灣 台灣的男生是真的會很大的 Fox都擺在家裡 或者是把錢都拿回家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那至於其他 像我們 別的事情就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之前 好晚一點 我們說 我們最近常聊說 我們很寵台灣的女生啊 我們承認啊 對 但是裡面給我們一點空間嘛 也寵寵我們 對啊 寵下嘛 對不對 不要把我們管得太死了 那我們出去玩一個月 不要禮我們 不要禮我們 一天就好 一天就好 OK 今天謝謝五位美女 參加國光幫 謝謝各位 謝謝